大家好,歡迎收看7月28日的C基金中午直播 今天看到Carmen在這裏有很多事情做 所以待會的Q&A就等我和Ada回答 看看C基金,現在都是慘慘主 C基金是145.06元 首先恭喜香港隊,冬奧拿了銀牌,第二年獎牌 都很厲害,好像游的時候,何思佩也有段時間碰到世界紀錄那條線 我看到大家都很開心 最近都是說美股大新聞沒有什麼,都是看earnings 但今天都未必會說美股的earnings 其實大家都大概知道,因為現在的反應很快 不過Bit了那些,好像Tesla那些股價都不太厲害 所以就沒什麼特別 接下來都會繼續有很多大公司,Facebook都會出 今天收了事之後 另外一件事,大家要關注就是大陸的疫情情況 其實都很嚴重 你看到現在的本土,通常我都是看本土新增各種的趨勢 其實都50多,比起之前六月廣東的情況嚴重很多 這個就是江蘇那邊,都近上海,江蘇在上海旁邊 還有,主要相信都是在南京那邊爆發的 我都簡單地弄了一個trend 其實你看到是真的誇張的 之前就六月,整個六月都有廣東的疫情 之前有講過9無9的情況也有影響 看到昨天就出了一個盈利的公告,待會可以說一下 之後七月就開始有雲南的case 如果你看到雲南的輸入個案,比起本土的情況多很多 但是似乎都控制得住 但是這次江蘇的本土國案真的搞不定 都好像有點慢的react 前兩天才開始,好像昨天才有新聞說 要不准去DKOK,或者預約場所等等 其實之前你看到廣東的情況很誇張 新聞太斷出逐個區封 現在似乎南京那邊真的要忘實一點 不知道它能否控制得住這個情況 相信這個對A股事情那邊也有些影響 如果看回今天 看回今天 其實暫時你看到 就是安達里寧的那些 不知道是不是東奧的炒起 之後就是Health Care彈一彈 但是我們暫時都是觀察著 還有一些物館 其實大家的看法都是擔心 究竟那個政策會不會貼近民生的行業 會不會有很大的影響 會不會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今早浩德都有說過 我們其實是否要看回一些實業的東西 就是 是否會看回一些可能 那些 現在都P很低的公司 這個都在想著 都繼續做 其實整體打法就是 都是繼續degrossing 減了一些過股的持倉 可能逐步可能有些就 轉到一些ETF 如果trend好那些 然後有些就 比較長遠的趨勢 都OK的大公司 就鬧少少這樣 我主要都是做這些動作 那我自己 Health Care那個暫時的看法 都是選一些大的公司好些 還有都是看回之前的trend 比較好些 例如是那些CXO 你看到今天2、6、9都會有彈回來 都OK 其實都害怕的 開市的時候 它不是升很多 反而是那些有型起 好像四環 等下都可以說少少 那些就爆得很厲害 十幾% 不過今早你看到 其實恆子想上去 但是上不到 被A股壓住了 一開始 那時候 所以 整體現在暫時的看法都是這樣 那 看回 想說一下 狗毛狗 我都在走 今天 真是受不了 那其實 他就出了一個盈利預告 那如果是好事 你見到 其實他至少賺錢 比起海底賣就好很多 但是 其實都算是inline 因為 如果你看回券商那些大概 可能差少少 大概都是190ml 195ml 這些位置 他說不少過180ml 那其實都難猜 因為6月那時候 廣東的疫情影響很大 如果大家有看 我們都有說過 那 所以 他都有說 就是 泰爾那些店就照開 其實都是on track 如果我看回這裏 你看回 其實 上年下半年 就大概2億左右 其實他現在都是 上半年都是大概2億 如果沒有疫情 應該是好過 上年的下半年 那 那 就 券商其實都估 今年全年大概5億左右 5億左右 5億 盈利 那個增長都很厲害 其實差不多3倍 比起上年 大家都知道是差 但你看到其實 比起19年都很厲害很多 其實 所以其實整體來說 這間公司的趨勢是還好的 如果下半年 不會再有廣東疫情 那些 現在暫時 如果江蘇那邊 其實 你說南京那些店 他只有幾間 所以影響不是真的 那麼大的 然後 你見到 今年 大家可能 猜他大概 開百多間 比上年 是快一點 其實 今年上半年 都開了50幾間 其實都on track 即使你有疫情 所以 整體來說 我自己就覺得 這間公司的 Fundamental 就真的不太差 但是 你看回 那些 海底樓 海底樓真的很差 所以整個sector 就不太好 那在這個市場 來看 就是 在一個不太好的sector 就選一間 Outperform的公司 就似乎是很高風險 那之前 就是昨天和Ada 聊過 如果大家之前 不知道有沒有吃過微簽拉麵 之前就 然後 那間微簽拉麵 也是這樣 就是現在 現在 忘記了 Ada是甚麼 英文 英文 G-SAN G-SAN A-J-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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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yway 就是那間微簽 就之前 很多年前 就 都是好像海底樓 那樣爆了上去 就是故事 都是差不多 但是 Ada 就說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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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不到 然後就死了 對 538了 謝謝 SAN 對 如果 你看回整個 trend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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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段時間 很厲害的 09到11年 那段時間 然後 就是 你都不吃 美簽 我也不知道現在美簽的店 還有哪裏 香港 就死了 那現在 海底樓是否這樣 就很難說 不知道 但是 你看到他不好 那些東西 所以就要 警告 就是 九毛九 應該是 還是一個 挺好的趨勢 尤其是 我都挺看好 他 就是 他target 年青人這方面 都是一個 挺好的trend 但是 無奈 就是 你買股票 看好一間公司 但是 那個sector的trend 都不好的話 短期的風險都大 所以 如果 如果整個 如果 開店 或 shuffle 那些做得好一點的話 都可以看回 狗毛九 暫時我就是這樣看 可能是錯的 不過 風險大 所以 都 先逼一下 今天看到 其實 雖然說 他賺錢 但是 我猜過market 都很多人會覺得 為什麼差過 上年下半年 然後就先扔掉 所以暫時這個看法就是這樣 其實也蠻慘的,幾天很快就跌了20% 另外,昨天四環又出了型起 頭線升8成,下線升3倍 簡單來看,其實也蠻難猜的 因為他19年做了很多restructuring 所以你見到他已經輸錢,20年大家都很難猜 因為有疫情影響,加上他之前做了一些防制藥 很多大量採購的影響 中年最特別就是多了BOTOX的產品 衣味那邊就開始發展了 應該是3、4的時間開始賣 所以你見到暫時都很理想 你看到他的top line都可以創新高 其實比起19年之後 我猜他如果下半年可以做到好像上半年現在的額 其實大概我見大陸的券商都是估計 大概under40億左右 如果是top line 增長也有六成多 其實都蠻快 然後之後 尤其是這些衣味產品 他們的margin會高一些 所以你見到他的story都可以有 net margin可以有個上升空間 你看到他上半年就說升三倍 因為其實上年都low base 剛剛才轉虧為盈 就是上半年 如果大概你猜他下半年都差不多level 應該有1.5倍 就是升1.5倍 那個盈利可以 唯一最著眼點 我就是覺得 因為他的p都很低 現在 如果你看回20年那個業績 就是試一下二倍 但是因為他現在多了那個衣味產品 其實如果是說 算回最近的12個月 或者是今年全年 其實他都是十幾到二十倍 就是如果 如果你真的 假設他的藥 可以穩定到 再加上Botox 可以保持到上半年 這個銷售的趨勢 其實都蠻值得關注 因為看那個PE的話 我的comment大概是 就是覺得是這樣 所以都會看一看他 就看看他出業績的時候 有什麼細節可以看看 之後 之後Elet可能會更新 一些物館 還有 媒藏心通 之前出了一個盈利公告 我們都沒有講過 謝謝Elet 今天主要跟大家就是更新一下 我們這個吃倉的一些個股的一些最新的一些情況 先講一下這個微創新通 這個雖然現在不吃倉 但之前有吃過三歲 講一下這個 我們現在有微創醫療的853 微創新通也有控訴 所以也會有一些影響 然後這個事情就是他在這個 微創新通在昨天的時候 發布了一個影席吧 就是說今年的這個淨虧損 現在有一個減少了40%到44的一個情況 也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提升 現在根據最新的情況來講 微創新通的這個這個Bottom Line 就是他的經利潤 已經超過了他的這個競爭對手 起名的這個經利潤 然後這個其實我看到比較大的一個進步 就是今年的這個微創新通的這個毛利率 是有一個大幅的提升 這個之前我跟Kelan研究的時候 就發現微創新通有一個問題 就是他的毛利率相對於同業的公司 可能會低一點 原因就是因為他在市場推廣方面 由於他是個相對新一點的產品 所以在市場推廣方面會支出比較大 同時給這個經銷商這個分的這個利潤會多一點 但是這個毛利提升的這個情況 也就是說明現在隨著市場推廣的一個進展 這個利潤會越來越小 就是跟我們之前的預期 是符合這個之前的預期的 是比較好 其次就是這個根據最新情況 這個微創新通在這個中國已經超過200家的這個 醫院使用這個他的產品 這個應該也是這個市場進展的 就是這個推廣的一個進展比較快 然後大概就是這樣 微創新通 但是就是我一個小的concern 就是微創新通這次沒有公布他的這個top line 就是他的這個收入方面的一個進展 這個我就覺得因為他的這個同業的競爭對手 像配家和這個啟明 都是公布的他的這個收入的一個增長 但是微創新通沒有公布這一點 所以說我就有點擔心 他可能這個有點問題 因為這個他的revenue 是最直接體現他這個市場份額的一個因素吧 所以說這個後續要看他最終的這個業績是怎麼樣 還有我們大概都知道他們 如果之前有看過我們的course 我們大概都知道他們每個產品賣多少錢 所以其實他如果給了top line出來 就會猜到他真的賣了多少件貨 其實我們通常都是看market share 都是看他那個volume是多少 所以就是他這次不給 不知道是不是差過 就是沒有撕到他的target 所以都關注這件事 他因為沒有什麼具體原因 就是沒有給這個top line 是比較讓我意外的一個事情 然後下一個就是這個宗教控股 這個也是有一些比較大的一個事件 就是一個收購 也是在昨天的時候公布的 就是簡單來說就是宗教控股 現在是花了這個 總計是這個24億元的價格去收購了一個這個學院 所謂學院就是之前講過就是 他是一個那個國內的一本的985大學裡面 和這個民辦資本一起合力 共同建立的一個學院 然後這個學院就是有點特殊的一點 就是他是這個全國排名第一的學院 在獨立學院裡面 同時他這個估值的話 我看了一下這個他的這個PE來算 應該是28.3倍PE 這個也是低於同業的平均值 大概是30倍PE左右 所以說我覺得 綜合來講 我覺得這個收購是非常划算的一筆聲 因為他這個收購的這個學校的質量很高 然後我也看了一下 這個關於這個收購 其實最近的這些brokers 都是有很多的報導 像中金還有這個中信 還有包括國外的像摩克斯坦里 都有報導這個事情 就是大家認為 都是一致的認為這個收購是非常好的一個事情 然後他為什麼好的原因就是在於這個 因為他收購這個學校的標的 是非常好的一個學校 所以說在未來對這個中藥控股 整個品牌的這個招生 還有這個提價 都是有一個很好的一個情況 同時他的這個 跟其他同業的這個 這個民辦的這種高校來比 由於他收購這個是 所有的這個學院裡面 最好的一個學院 所以說讓他這個競爭力 也會有一個提升吧 就是我覺得好的點 然後這個中金也是做了一個預測 就是在2022年左右的時候 他這個收入盈利 這個收購單純這個收購學藥的盈利的增長 是能夠從本身的16%和18%的這個 逃破爛的暴騰的增長 增長到31和36的一個增長 應該說是比較大幅的一個提升 它的一個基本面吧 所以說我認為宗教控股是比較不錯 這個業績還是這個收購 我個人是比較看好這個收購的 所以說一下 下一個就是那個片奶黃方面 也是昨天晚上的時候收盤之後 有一個小的一個新聞 就是他這邊有一個就是他和這個 有一個披露就是他和一個公司去和 共同開發一個叫LDS的一個藥 這個藥的話主要功能是治療這個纖維肌痛 這個纖維肌痛的話 我簡單了解就是應該是肌肉方面的 一些外科方面的一些病吧 這個是一個化學藥 然後這個我覺得可以說一下這個點 我也是蠻意外的 因為其實在之前片奶黃也從來沒有公布過 就是在藥方面的一個進展 因為之前片奶黃的一個 所有的他們說公司披露 都是他們的發展方向 可能更多是化妝品 還有日化品方面是他們的增長 新的增長點 但這個藥是一個第一次聽說 我完全沒有時間想到這個事情 所以說蠻意外的 然後這個藥本身我看了一下 它好像在國內這個 就是同樣適應症的這個藥來講 是第一家做這個纖維肌痛的一個藥 但是這個本身這個LDS這個片的話 我發現這個現在市場上的一個資訊很少 不管是中文還是英文都非常少 所以說我也不是很了解這個片道理是怎麼樣 所以後續還可能得看一些後續的一個跟進的一個情況 然後我對這個事情的一個解讀就是 我認為這是一個中性的事件吧 因為從好的方面來講 這個如果片奶黃做藥的話 它能夠因為藥是很大的一塊 新的一個可能是業務增長點吧 對片奶黃 但同時從不好的點上來講的話 這個中藥來講 因為我覺得片奶黃它主要還是 以它自己核心的這個片奶黃要定 是它的核心收入 如果它這個去做其他事情 有可能是一方面可能是干擾 會distract它這個本身的一個業務風向 同時還有一個可能這樣市場方面 對消費者還有投資者可能會有一些擔心吧 然後會覺得它可能有點不爭業或者這種感覺 可是它現在也有做這個化妝品 那倒也是 那倒也是 那可能就是更加的更加的 對 現在好像就說這些 然後最後就是這個碧桂園服務 今天也是這個是今天的一個消息 然後就是簡單來說就是他們的股東 現在認為這個最近的股價這個和成交量都是有點不尋常的一個波動 所以說他們準備回購10%左右的一個股票 這個應該是比較大的一個利好吧 對這個股票而言 然後同時這個本身沒有太多好說的 我認為可能對股價是一個直接的刺激 然後想主要說一下就是最近我看了一下其他券商的一個 對這個最近物管的這個一個報道吧 然後我就選兩個比較有代表性的 一個是這個Goeman的一個理解 他是認為最近這個他們最近說的事情都是針對這個上週五的時候 那個物管方面的一個規管的文件的一個理解 然後Goeman這邊的理解是認為這個最近的這個這個規管的文件 可能下一步有利於這個行業的一個一個整合 所以說行業整合就意味著可能像頭部公司 像碧桂園服務還有像世貿服務這兩家可能 將來會在併購方面可能會有一些更進一步的一個併購的一個機會吧 因為併購可能也是物管方面物管公司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收入增長的一個方式 還有就是這個中金的話也是他中金在這個事情的解讀 是認為最近這幾個就是所謂上週五這個新的一個消息 其實並不是一個新的消息 這個在很早以前其實就一直都是這樣 簡單來說就是這個公共面積的這個收入 一直都是這個業主和這個物管公司是共同分擔的 所以說並沒有什麼新的消息 這個只是之前的一個延續吧 然後同時也是認為就是會進一步整合這個行業 讓這個行業更良性發展 這個基本是這樣 但是我個人的感覺就是因為之前其實說教育的時候也是這麼說的 教育之前大家也是說這個這些規管也是讓這個行業更加好的一個發展 然後更加規範發展 然後也不是一些新的東西 但是這個實質最後結果來講 教育應該是不太好的 所以說大家也可能需要警惕一點這個到底是怎麼樣 所以說我最後的解讀就是認為物管總體來說這個方向還是至少從目前來講 沒有說是明確要規管或者說很嚴厲的去制裁 但是未來可能還需要看這個政策的一個變動 好 謝謝Eliad 好 謝謝Eliad 好 謝謝Eliad 對了 那就看看昨天有什麼評論 剛才Eliad說的那個buyback 就想說今天阿豪德也buyback了這個司機金 其實現在如果沒有理解錯 現在機音價格就是under那個high watermark 所以大概上回去那個range 其實都不用給這個performance fee 所以現在買都是… 通常很多人都會… 買炒基金都有些是會做這些操作的 不知道這個是否因為這樣 所以阿豪德也想buyback一下 那就看看昨天的comment 昨天應該答到Michael那裡的印象 對 接著就說一個… 即是說道路超車 看看得到國標 多謝…多謝你… 多謝你支持我們 我沒有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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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我沒有放鬆 然後Ben Chow就問… 很搞笑的名字 C基金大跌有沒有緩倉? 有啦 我們買了一些ETF 不過正在轉去DTF 暫時縮股的持倉 都是繼續下跌 剛才又說過了 Trader's Go就說這個… C基金團隊已經灰到不行 但繼續加油 我們怎樣平衡追強股和右派補跌 接著新能源就強勢 寧德就好像很貴 我們寧德都沒有加很久 其實在高位選了之後 一直在乘搭就沒有加起來 市場很刺激 就沒有跟車太貼 接著就暫時主力 相對較便宜是836 836 即是CR Power CR Power 是否就是葉虎? 你這樣穿嗎? 待會說錯了 畫影典力 畫影典力 現在只有7倍p 對 對 也適合圖片便便宜 對 剛才我剛才說實業圖片 然後… 咦? 去了哪裏? 接著Lewis T就說 阿里巴巴現價接近去去年3月的位置 真的無法鼓勵 真的無法鼓勵 看不到很多東西 接著她說 現在大事件底 看司機金 準備彎道超市 多謝大家支持 我們都繼續努力 好了 看看即時的問題 接著 嗨! Wi Chan說 今天好一點 有沒有繼續罵護士 今天沒有 沒有 其實昨天我們有做些罵底的動作 不過好像沒有罵護士 沒有 昨天就有罵底的 今天就沒有 今天都不能用罵底來認我 今天是升的 Overall health care 那個倉位是在減的 因為始終 就是那個政策風險 大家都害怕 短期有 但上去都猜不到 其實我也猜不到 不知道怎麼猜 但哪個十sector 比較厲害 大概都是看以前哪個trend 是穩陣 強一點的 然後Derek F說 我軍價一百零百元 買了兩手二六九 無論暫時 應該是 Strong hold 我們有hold 但我們的價錢是一零幾 所以就 那兩間都可以 不同 其實TSMC也要做些事 而 SMIC整個Story都轉了 之前就是 Segmentation 就是 SMIC 高端一些 跟著華行 低端一些 但現在每個都 加cap 都是加低端一些 所以 大家都是照著這個方向 謝謝Ada Derek F說 張家朗在輸14比8 最後拿到這段牌 是難以自信的 那一刻 我們繼續努力 冤湯說 昨天全部指數大跌 但是 期指一路高水 請教我看法 Ada 有沒有評論 她說Futures高水 這個我沒有看法 Sorry 我沒有什麼 Inside Keng哥哥說 是不是 那些 今天就 沽了 我們 有一點 是這樣的 昨天 不是全部都是這樣 操作 但是有些 今天 帶得很好 我們也有 提醒了 嗯 然後 Michael Yun說 希望我們可以 保住13850元 那個位 那就是她的 平均指示位 我們繼續努力 然後 Frankie說 ATM彈完又想 為什麼呢 那就是 那就是 整個市 都是 很fragile 就是 大家 信心沒有那麼快 一天就可以扭轉 可以建立 然後 然後 Wen Hong 就說 希望港股可以 好像香港運動人那樣厲害 我也希望是這樣 Kelvin Lau 昨天撈了 那些 六零九八 二六九 是否吃好 我們今天是否有買 我們 剛才說的 有些是我們昨天撈了今天 是吃一點 是的 我們也有 這樣做 然後 Vick就說 網易 為什麼這樣 變化 還要斷藝式 Sean 有沒有留言 網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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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基本面 基本面 其實就 沒什麼變化 因為我一直都跟Ada 有說 其實遊戲裡面 其實網易應該都是 那麼多 我們都算是 Pipeline 是最好的 始終大家知道 First Hub 不可以的 所有的遊戲 第一它延遲 第二 即使你 正在第二季開 的話 你有 Deferred Revenue 你所有的東西 都是去到3Q 才會反應 或是4Q才反應 所以其實2Q出來的季度 不是說真的特別好 但是 這樣就這樣說 但是網易 其實那個Pipeline 不論是之前 經常說的 Diablo 或者是這個Harry Potter 另外 就有一個PC 好像叫Naraka Blade Point 就是永劫無間 好像是PC遊戲 外面 我記得那條街 都很好說 這隻遊戲 的Pre-register 有些人很厲害 然後 Tap-tap 或者豆乳上面 很多人都有搜尋 那個熱度其實是夠的 基本面 是這樣 但是因為 上星期五的時候 Ada 都有補充過 可能 外面很多人都在說 教育那件事之後 可能就有機會 殺到一些遊戲類 所以 不知是否因為這個原因 之前 人家覺得 遊戲都安全 因為搞完 就不會再搞 但是現在告訴你 搞完是會再搞 所以大家都害怕 所以 星期一就開始 倒水 倒出來 不止是心動 心動 中手柔 那些 中手柔 那些 中手柔 三天跌 二十五、六隻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大家害怕 同一個人 你說是否公司特別 我覺得不是 好 謝謝Sean 然後 987 就問我們這兩人有沒有 價倉 剛才說了 現在倉位大概幾成 就七成 多 之前都說過 我們都至少要拿七成 跟大學相關的業務 的股票 然後 這個名字 不知道怎麼讀 他說這個ASM 好像不會跌 是否要留意一下 出了resort 嗎 是 那些 margin都很好 就是 margin better than expected 但是 guidance都是 inline guidance inline 但是出了setresort 是ok 很好 現在十幾倍PE 但是 他就 book to build 還是above one 1.4 但是一直下 上一季就1.8 現在1.4 所以 就是高位 下 的order 但是 都還是above one 有一些打橫行 才是這樣的 ok 接著 HeiPom說 這個心通向下爆 剛才說了 他出了公告 但是 有些音色 不出topline 很奇怪 然後 就 poode 說 浩德 現在倉位減到多少降座 然後 Kill說 就是 顧著看 我忘記進來 真的很好 每天都來看 現在 現在見到恆指 今年低位 沒有 不懂得 我想是 但是 我不懂得 我只見到 RSI跌得很誇張 如果說14天 應該就是10.20 之前碰到20 都不是很多次 上次就是 20年3月 接著就是 19年8月 中美升級 再之前就是15年 所以 都估得很急 Lewis T 就說 北水估了80多億 是的 然後 K 回購短期會出現機會 但是 正在做 看到很多新聞 有些出來 不過未必有效 所以 再砌一間工資 究竟是否好 剛才我們都說 177 vs.09 兩個都說 buy back 但是 reaction 就不一樣 是的 接著 珍珍說 支持很多 多謝你 Shan Ise Lee 說 平多多 還可不可以入貨 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 接著 Kenny Pan 會增加A股核心製造業倉位嗎 正在看 其實A股 A股 我們上個星期就減遲了 之前我們也有很多A股 上個星期就減遲了 所以現在也有些位置可以再看看有什麼加分 Shan I也沒什麼力氣 今天 昨天就瘋了 昨天就有些銷售就不問價 買那些當紅的亦都不問價 所以昨天就有些 癲癲的 我覺得 我叫Derek F 和Lyge 叫好朋友 接著 Lily就問 AIDA 美國的Shan I 有沒有部署 現在 都還沒有 說真的 美國的Shan I 除了NVIDIA 和ASML之外 其實在3月打後 都是橫行 都沒有太明顯的 小的那些都個別會有 但是那些都是這樣 沒有什麼特別的 Break out Intel都放進去 大家知道 那一刻我買了A股 我就沒有買到BK Kent哥哥想請教ASML頁息 是不是對版 他這個是 OK 他在說之前 是之前 之前 為何小朋友跌得這麼多 你說其他 他已經叫 比其他的ADL 已經跌得比較少 已經不太適分 究竟有多少 真的很多 維他奶 值得買嗎 很難看 我們沒有買 都很慘 20元 只剩下 OK 接著 Kent哥哥說讚我 多謝 沒問題 是不是加了贏 Mark說 9988業績 是否有更新 9988業績 是不是出了一個Annual Report 沒看過 沒看過 但我看見 出了一個Annual Report 好像 不知道 OK Kent哥哥 美股現在 反而要小心 Kent哥哥 沒有 反而小一點 真的 所以都 一直留意 但現在 不可以這麼大聲 這麼說 什麼都可以發生 現在沒有 現在沒有 然後Yves Gary 就說 Kelvin 對狗姐的和王 有沒有看法 都想看看 我看見 大家看好 李嘉誠的眼光 買這隻 Kent哥哥 但很久很久很久 對 Kent哥哥 國內很多基金 都是負數 不好意思 只剩下Bloomberg 然後 放棄了高增長 無症能力的個股 剛才也說了 這是一個趨勢 可能要跟著 Kent哥哥 和LikeKill 說什麼 看著美股沒有感覺 只有2-3% 我想播服 多謝你 他想踢走Tesla 我現在還要轉ASML 還是轉穩固一點的 接著 就多問LikeKill 今天我搞錯了 LikeKill 就只要開Live 我們都好 我們都要問一下 LikeKill 怎樣 我們應該怎樣 8684波 有沒有壞消息 Sawn有沒有 大家都是害怕的 大家都是害怕的 昨日好像浩德說了 在那個List裡面 這個建材都出現了 是這個要 辱控的 對象 所以大家就開始 一聯想到 就開始害怕 對象 就是想一下 就害怕 跌了19 現在真的想一下都害怕 你想想 如果大家記得 在某一日的直播裡 我們有說過 Education跌了這麼多 我們開始留意一下 留意一下 都想哭 雖然沒有買到 但想起自己有留意過 那一刻都很害怕 所以現在的玻璃就是 類似這樣的情況 第一 建材的字眼已經出現了 大家就 開始 昨天開始 那麼擔心 就好像剛才 大家問那個 Gaming 差不多 未出 但先怕 OK 麻煩 Sean 接著 Killow說 穿了26800 減了七成 創 哇 好狠 接著這兩天 就剩下一成 接著 牠就說 牠就說 牠就剩下558 269 和5號仔 真的是探友 來的 5800 就力勁 因為跟Lithium那些 接著 Direct Elf說 很有紀律 只有5號仔 對 Lithium有份 推個屁股 多謝CK2915 支持我們 請問對吉利有什麼看法 如果你看看那些 Trend都不太好 如果Local Band 暫時 大家看好的 應該是比亞迪和長城 只可以這樣說 吉利就碎了 之前又搞上市 又搞合拼 每個都搞不得 然後 Lithium就說 穿了橫行 但一定會出個大方 那是什麼方 我想知道 然後 Chris Wang 就猜可以看哪些 暫時 如果之前Dtrend 應該都是新能源 Semi 那些 但保持多久 真的猜不到 那些 C虛 就說 這個Liqo 美股有什麼長線心水 Liqo就是 真的開Live 然後 Home Pasma 就說 水災浸爛了很多車 變相 迫人買車 我看到之前 有很多人說 這個 Dream 那實質 實質 是不是真的 很大impact 這個 很難猜 說真的 C基金 有最低持倉 不是可以全部拿現金嗎 其實是在extreme 的情況是可以全部拿現金 在一般的情況下 就 七線持倉 在extreme 的情況下 可以拿完現金 對 這次 因為 那個倉位 其實都 因為我們 那個 對 只可以說 我們 主要都是在各個邊 出手 就少在future 組 這次 這次 Divet Powell 就是 1830 是否那隻 意思 完美醫療 改了名 這次 我希望 跟Policy risk 就沒有那麼值 但之前都出過聲 假貨 不合規的marketing 那些 都有提過 沒有Policy risk 是假的 但是 這些 反而 沒有 真的 那麼 鐵禁 民生 我自己覺得 所以你看到 都 外美客 四環 那些 暫時都還可以 都有人追一下 至少 然後 然後 鬧鬧 就說 有沒有考慮投資其他股市 這個我們答過很多次 因為是一個中國基金 你raise cash 還可 但是你拿了那些錢 你去投資其他東西 就是少少是可以的 買些是可以的 買太多 就會 變成不是一個中國基金 SFC就會來找你 我們最多就是兩成 non-China related的東西 然後 Dave Powell 就說 6078 海經 可不可以買 我們有罵過 不過 倉位 比起之前很厲害 都差一點 都減了一部分 然後 El LaPuta 就說 以後不用請行業分析員 不如請一個國策分析員 這也是的 這個很重要 哈哈哈哈 然後 Likia 就私虛 跌了 我會再想不跌 就不會追 然後 Derek F 就說 美股出了業績很漂亮 證明是 交到業績 但是 衝脹怎麼會 只是暫停性 所以 美股要小心點 都是提醒 大家沒想到 應該都不太順 然後 就 不停 弄一些政策出來 修老鋒 又不及別人發覺 所以 醫療股就很難玩 都是按住 微信 然後 看看有沒有 一些 group 大概 可以知道 現在還是要這樣玩 是 很政策 related 的公司 的行業 我看到問題都答到差不多了 那就 先看看樣子 都開了事 看看 猴子 繼續 繼續 下去 多謝大家支持 今天好得不在這裡 如果有什麼想問她 明天記得問她 多謝大家 在這段時間 都繼續看我們的Youtube 記得like subscribe 和comment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好